Hello,大家好,我是Rocky 今天我们就进入到嵌入式C元高级部分的学习了 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本套课程的一些简单介绍 在介绍之前我们先要明确一下本套课程的一个基本目标 众所周知,C元是作为我们嵌入式开发中的一个核心工具 所以对C元的掌握程度应该说直接更新我们后面课程 比如说我们的应用开发,我们的ARM开发 或者说我们驱动,甚至来说是内核的开发 都有非常直接大的关系 那么对于C元的掌握程度越高 对后面我们课程的有些问题的理解,你会更加深入 那这样的话,对我们作为一个嵌入式工程师来说 那么在以后遇到问题,我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非常的强大 所以对于C元的学习,我们更多不希望大家去掌握在一种表象的一些简单语法的理解 就是说你这些语法怎么去用,这个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这个当然是基础,非常非常基础的 而更多的是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语法呢,去了解到C元为什么会这么设计 以及呢,他在设计中呢,他蕴含了一些什么样的设计思想 因为这些思想呢,直接跟我们嵌入式开发中的一些思想是相通的 所以说对这样的思想的理解呢,你可能会更好的去协助我们后期课程的学习 好,那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本套课程定位 本套课程呢,我们是希望呢,大家先掌握一下基本的一些语法 就是说你先有一个对我们C元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了解 比如说什么是Intel啊,什么是Chart啊,等等这些基本的语法 先要有个理解啊,甚至来说Printable打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对不对? 可能有一个简单理解就可以啊,因为我们觉得呢 对于要想学好一门程序设计语言啊,我们实际上可以认为它是分两个部分来走的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程序设计思想的学习 其实就是大家在可能在平时书上中大量篇幅中看到的啊 if的介绍,while的介绍,for的介绍啊,然后如何用if,for,while啊等等 然后用一些我们的关键字啊,然后对 某些数据啊,进行什么排序啊,查找啊,等等这些啊 那这些呢,我们认为它只能叫做什么,程序设计的思想啊 程序设计没有问题啊 但是呢,我们说你如果要想真想掌握一门语言的话啊 你不仅需要什么,有基本的程序设计思想啊 那么你还需要了解什么,其这个语言工具的一个什么 它的一些特性 比如说我们说你不管是学家伙同学也好啊 还是学C的也好,或者说学过什么VC的也好啊 其实呢,前面的课程大家都会一样的啊 都是基本思路都是一样,基本语法都是相通的啊 唯一不同的,你只能认为是什么 就是它的工具的特性不同啊 比如VC有MFC啊,它有些其他的类库的使用 甚至一些面向对象思想的一些东西啊 家伙也有一堆的类库啊 一堆的其他的类帮我们操作 而C元它也有啊 但是它的思想的定位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这堂这个课程中呢 更多的是希望大家去理解 针对C元对我们嵌入式开发中 它的一些工具特性的理解 其中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 C元为什么作为我们最老最老的一门语言 到现在还在使用啊 其原因就在于它操作底层的性能啊 或者操作底层的呃变异性 应该是其他语言没法比拟的 所以说它一直有它存在的道理 所以说这个道理自然而然也就是C元最大的特性 就是它操作底层 甚至来说叫做操作什么 内存类型资源的这种方式 应该说是它独一无二的啊 那么当然不能不敢说是独一无二 但是呢至少说它是什么 最什么最合理啊 最合适的一门语言 那么所以说我们对于C元学习呢 更多的还是去理解什么 C元对内存类型资源这样一种什么 这样一种对象啊 它是如何操作的 可以这样说 C元中很多关键字它的出现 其实就跟我们操作对象 就是内存类型资源的属性 非常关系很大 也就是内存类型啊 它的这个资源有什么属性 C元可能就有一定的什么语法 来帮我们去操作这样的属性 所以说这两者的相通性也导致了什么 C元更加的偏向于底层开发啊 比如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就是指针啊 很多同学呢 可能在学校中所学的什么冒泡法呀 什么插入排序啊等等 这些这些算法啊 可能更多的我们认为是一种程序设计的思想啊 就是该如何去写一个简单程序 对不对 但是一旦是要指针 我们利用指针等等这些 这些基本思路啊去操作的话 你会发现你就没有办法 甚至来说就不知道没有什么思路啊 那其原因就是对于这个工具的特性 你并没有了解啊 那么程序设计思想呢 应该说这个是学不来的 这个是要练的啊 就是你要不断的那个 进行通过一些例子题和一些 你程序的一些积累才能练出来啊 但是工具特性的学习呢 因为它的特点非常明显啊 所以它我们通过一定的培训 或一定的辅导过后呢 你会对它的工具的特性 应该也能够很快的掌握到啊 所以说呢 我们希望呢 大家去学习思源呢 更多的还是以这样一种特性啊 也说你要把思源的一些核心规律掌握到 那这样的万变不离其中 不管你以后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 其思路是一样的 好 这是我们课程的一个简单定位 那本套课程的一个想法呢 是这样的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呢 对于我们每一个指示点自己去总结一套 你自己的笔记 这套笔记呢 相当于你自己回答三个问题 我们讲很多 比如关键字 INT CHAR 甚至来说我们的指申啊 等等后面的课程中 我们你可以去总结一下 比如我们讲INT了 INT是什么时候用的 INT怎么用呢 当然我们说对于C元来说啊 这个工具怎么用应该是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是基本语法 这个肯定是要先掌握到的 然后什么时候用 大家总结一下 就在什么场景下 它为什么会出现了这个东西啊 那么它肯定有它的意义 也说我我写INT A和CHARE 它肯定有区别啊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写INT A而不写CHARE呢 或他俩能不能交换呢 对不对 这些都可能都这些疑问啊 大家都带着这样的疑问去学习的话呢 可能对C元的很多的理解会更加深入 其次最后一个呢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当然呢 这个内容就相对来就比较复杂了 可能不是我们这一门课程能解决的 可能需要什么 大家后期学到ARM开发了 甚至来说ARM的裸辑 然后一些我们驱动程序的一些开发 过后你才能去理解到C元在这样设计中 有它的一个想法 所以说我们希望呢 在课程中学习过程中 大家相当于一个动态的电子笔记本 你把你的每一个概念 你自己挪了一下 什么时候用怎么用 然后为什么这样设计 随着不同课程的深入过后呢 你再回过头来 把这样的内容再补充一下 然后最后学完过后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这样一个笔记过后 你可能对整个C的理解会更加深入 同时呢也对嵌入式的开发 可能会更加的更加的得心应手 因为这样的话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好 这是我们的基本定位和想法 那么这是一种思路和方法 希望大家呢 尽量的按照这个思路啊 慢慢的去学啊 也不要一下子认为 就是可能原来学过谁很简单啊 但是呢 希望大家都去想一想 总结一下这样的规律 好 那么我们对于这个本道课程呢 和给大家推荐几本教材 这些教材呢 有些是可以通过网上买到的 也有可能可以通过电子书下载到 包括我们给大家资源的那个地方呢 也有一些相应的资源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其中第一本书就是这个 C元深度剖析 深度解剖 然后呢是解开程序员面试 那个面试鄙试的秘密啊 应该说这本书呢 应该是我也是我比较极力推荐一本书啊 它呢对于我们C元的核心思想 应该说也是介绍了很不错 而且呢也有电子版啊 就说这本书呢 讲的比较通书易懂啊 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思路很像啊 所以说这本书呢 希望大家都去看一看啊 都去读一读 然后后面有几本书 C的专家编程啊 程序员面试宝典 那这些呢 可能都是那个程序员面试宝典 跟这本这本书 基本上是可以认为是同种类型的啊 同种类型 当然面试宝典可能更更更多啊 就是它比较厚啊 就更全面一点啊 但如果光看C的话 这本书就足够了啊 然后C专家编程和C和指针啊 这两本书是国外的那个作者去写的啊 应该说他们对C的理解会更加深入一点啊 大家呢在学完之后呢 如果有兴趣 你可以去翻阅一下啊 或图书馆借一下这些书啊 你看一看 把这个C元的一些最核心的思想掌握到啊 这样才能叫C元的掌握啊 就说不是说简单的一些语法掌握 那么本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一下本套课程呢 呃我们还是希望偏向于嵌入式的一些实际工程开发啊 然后给大家进行相应的举例开举例学习 也就是说像我们C元中啊 原来大家可能了解过的啊 比如说那个运算符的优先级啊 这样的知识点呢 我们可能就不想给大家介绍了啊 呃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啊 什么加减乘除啊 然后我们的什么未云算啊 我们的逻辑运算 对不对 那么在写成一个表达式的时候呢 一般它有个优先级的一个一个执行过程 对不对 但是呢我们说实际上呢 我们确实没有必要记住这种表 因为在我们开发中呢 有这么一个万能的钥匙啊 就是圆括号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利用圆括号呢 它是我们可以认为是优先级最高的 对不对 那么利用这样一个圆括号呢 可以帮我们人为的把一些什么 优先级是不是给它定义出来 哎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实际开发中呢 确实就是什么 就说你就完全用大括号 圆括号的方式呢 把我们优先级明确的啊 表示出来 这样呢也不会给其他人有一种奇异性啊 这样呢可能是 不管是对你读程序也好啊 还是对别人读程序也好 可能都很好的理解啊 所以像这样的语法 我们确实没有必要去花时间去记啊 很浪费时间的啊 我们时间的更多的 还是希望大家多去看一些什么 后期的课程中啊 如何去使用我们的C语言啊 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我列出了一个就是 我们后期课程中啊 要学的内核的一篇 那个一个一个代码啊 那么这个代码呢 可能在很多同学在学的后面都说啊 他说老师这代码我实在是看不懂啊 或者说看起来挺恼火的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发现你看 是我们的星人比较多 看没有 动不动就有个星 动不动就有个星 然后动不动有个什么结构体啊 然后动不动有个又什么取东西 对不对 那这些程序呢 不在于它的语法有多难 而在于我们对它的设计思想并没有理解到 所以说呢我们对读这样的程序呢 你始终会感觉很发怵啊 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地方呢 学习呢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不是在学我们的语法 就对语法我们应该要淡化一些啊 更多的是在学习什么 思议员通过这个语法 所要传达的一个什么 一个意义 也说人和人之间交流 它肯定是通过一种什么 一种语言描述 而思议员其实就是一种什么 人和人之间交流的一种什么 高级语言 而这个交流的过程中 它肯定会通过的一些符号 会把一些什么 潜意识的东西啊 告诉你 那么你能不能把它读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读才好读啊 如果说光学习语法 你去看这些代码 你会觉得越看越吃力啊 甚至来说完全看不下去了啊 完全看不下去了 好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们本套课程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